枯竭的土壤 渴求生长的力量 生存的压力 能否注尽崭新的国家 探索者们开始走到一起 一个外来者掀起改革的浪潮 一个旧制度的挑战者 为君王的信念而战 机遇 开拓 质疑 争斗 古老的秦国在变法中成为东方霸主 道路的尽头危机四处 变法者们是在缔造历史 还是混灭自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公输措病重的时候 把他的德义门生商鞅 举荐给魏惠王 公输措是魏国的相国 那一年 商鞅已经在公输措的身边 渡过了四个寒暑 并赢得了他的赏识 公输措嘴唇颤抖着 说了一句对魏惠王至关重要的话 我的忠肃子公孙杨 虽然年轻 却才能不凡 希望大王把国家大事 委托给他 这个时候突然推荐商鞅 那个应该是魏惠王心里 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 就是说这个人 你以前从来没有谈过他 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这个人有才干 他在我们国家的人才库里面 根本就没有信息 你临死那个人 突然给我推荐这个人 而且他推荐这个人的时候 他还是希望魏惠王举国听之 就是要把整个的国家大事 全部听他的 所以魏惠王觉得这个反差太大了 但魏惠王觉得不可理解 那时的商鞅 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晚辈 他的身上没有写露出 丝毫如在未来的迹象 魏惠王没有正眼看 眼前这个年轻人 对于公书所的好言相劝 魏惠王终于不耐烦了 他准备起身告辞 公书所说你不用他的话 就杀掉他 别让他走掉 杀掉他 千万不要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 因为这么有才干的人 如果为我们所用 那就是我们国家的人才 如果为别的国所用 那就是别的国的人才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祸害 不用商鞅即杀之 魏惠王嘴上答应了 心里却在笑 他笑公书所 一定是病得糊涂了 满嘴胡话 历史没有先见之明 也不能选择捷径 在目的未明之前 一切都处于昏昧之中 很多年后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 帮助秦国强大起来 并一举灭掉了魏国 如果魏惠王能够预知商鞅 在历史中的作用 他断然不会轻易放商鞅走掉 历史的道路 就在公书所与魏惠王见面的一场 分出了许多种可能 魏惠王选择了 对自己最坏的一种 反过来说 是对秦国最好的一种 这个过程 实际上商鞅走意味着什么 魏国大爷要重衰 所以一个国家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个指标是什么 看历史就很简单 就是仙人在不在位 能不能用仙人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 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 战国七雄中 魏国的变法走到了最前列 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重要的改革家 李奎 李奎汇集各国情点 著成法经一书 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 以法律的形式 肯定和保护变法 在列国整个变法当中 就是秦国稍微晚一点 因为在这之前 魏文侯之后变法 还有邹记在齐国也变法 公众联他们在赵国也变法 那相对而言 秦国慢半拍 不算最慢 但是慢点 但是论变法 他最深刻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中 寻找归途赛跑的例子 没有比魏国与秦国的竞争 更贴切的了 魏国跑在了前头 又在魏惠王那里停住了脚步 他笑得太早了 以至于失掉了已经到手的优势 只有公众联认识到商鞅的价值 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 对魏国意味着什么 从魏惠王轻蔑的表情中 公众联看出了这个王国的不可救药 终于他对商鞅讲出了实情 他就把他和魏惠王之间的底话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商鞅 那么我是本着一个原则 就是先国家和个人 那么我就跟魏惠王提了个建议 如果不能用你 那就把你杀了 那么现在 显然魏惠王不会用你 那么他就 那他一定会杀你 所以你赶紧逃走吧 他很淡定 就跟这个公众联说 既然他不认为我是个人才 不会重用我 那么他也就不会杀我 所以我也就不需要逃走 商鞅当时我就不走 为什么不走 我把这话一亮 旁边的人听着有多震撼 商鞅默默无闻太久了 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是想冒个险 通过这个方式来炒作自己 让大家关注到自己 我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一方面当然体现了商鞅的判断力 另外可能还是体现了 一种商鞅的赌徒性格 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 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商鞅的预言准确无误 魏惠王压根就没想对他下手 商鞅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被注定 即使再有才华 他也只不过是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 他完全可以在魏国待下去 可是为什么他就选择离开魏国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人出场了 那么这个人就是在公苏说去世这一年 秦国新任国君 此村秦孝公 公元前361年 刚刚即位的秦孝公21岁 和魏惠王不同 年轻的秦孝公求贤若渴 他为秦国的困境深感焦虑 秦孝公继位之时 周天子的力量日渐衰落 诸侯之间不断厮杀并相互吞兵 当时的六个强国 韩 赵 魏 齐 楚 燕都已成气候 秦国远处雍州 被山东六国当作满以看待 这里面他的文化相对落后 而这个相对落后 实际上最后成全了他 但是他当时的感受非常不好 就是什么 诸侯华夏的这些中原国家 如果盟会的话 不带他玩 先他这个丑陋 说他荣敌之俗 这个还属于这个情感方面 最严重的是 魏国经过五起变法以后 五起建立新军队 向西和黄河西部拓展 拓展到哪儿 已经到了什么 已经逼近今天这个咸阳北戴 这个让秦国最受不了的是这个 被人瞧不起还挨打 如果不变法 就被人家欺负了 顶家门口这么打 这谁也受不了 所以秦孝公上台 就发布了秋仙令 朝贤纳氏成为秦孝公改革的第一步骤 在求贤令短短的一百七十多字里 秦孝公首先简要回顾了先王们创业的历史 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周游王被杀死于丽山之下 西周覆灭 随后周平王东迁落役 春秋时代由此开始 秦孝公出兵 参加到保护周平王的行列中 为了表彰秦孝公 周平王将齐山以西的土地 正式赏赐给了秦孝公 秦国的建国史 自此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 秦人不仅是自己站稳了脚跟 而且开始了争霸的历史 只是这一条血路杀得太不容易 秦相公之后 秦国历经十余代先王的奋力开拓 以水滴石川的决心 冲击着西北坚硬的版图 他先检讨了一下秦朝的历史 他提到了当年秦穆公如何如何 秦穆公开地兼礼 天子制贺 周天子都派人来向我们祝贺 我们多么荣耀 结果现在 看我们沦沦到这个地 发展缓慢 内斗不休 秦孝公感觉到了 不进则退的滋味 求贤令成为他挽救秦国危局的最后良药 上央在面临着魏惠王有可能杀掉的情况下 都没有想到要离开魏国 他就是在等机会 他不知道去哪里 他不知道他舞台在哪里 所以当秦穆公的这个诏书下来以后 他就找到了舞台原来在西方 上央是在什么场合第一次读到求贤令的 今天已经无从得知 我们只能猜想 或许他就像无数远道而来的世人一样 即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份求贤令 秦孝公说 谁要是能帮助我秦国变得强大 我愿意与之分土 就分土这件事 对于这个 一个像商鞅这种 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待遇 谁来帮我使国家强盛 我分给他土地 跟他共富贵 这个重赏之下必有永福 这个是拿出的 就封给你土地 就是有爵位 给你爵位 给你富贵 就拿出了最好的 当时人最看重的这个东西 拿出来 就表明他那个真诚 他很真诚地在 像东方这些行人的呼唤者 过了 赶紧到我这来 公元前361年 在欧亚大陆的东方 遥远的黄土地 属于原始的静谧中 那个被魏惠王倾施的商鞅 正穿越无边的尘埃 一步步奔向秦国的国土 奔向秦孝宫的求贤力 变法不强 古老的秦国 在改革中成为东方霸主 狼烟四起 匈奴欣袭家园 大汉帝国 发出强势 意志合约 终止冲突 宋王朝如何破解战争 与和平编制的迷局 远阳海外的超级工程 终究结束 明朝降下了最后的船帆 美梦被枪炮声惊醒 变革者们开启 自救自强的旅程 历史是那么充满偶然 面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 历史未必都经过 明察秋毫 深思熟虑 有时他也可能是 盲目冲动的 公元前361年 中国处于战国时代 魏国国相公输措 临终前举荐商鞅 魏惠王视而不见 秦国身陷困境 改革难以推进 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渴望贤财的到来 历史的道路 在商鞅看到求贤令的一瞬间 发生了转折 商鞅进入秦国以后 他作为一个外来的人 又是一个没有什么建树的 积极无名的人要直接建国军 他是需要有人引荐的 那么他就找了一个叫警戒 他是一个宦官这么一类的角色 那么这种人一般来说是上不了台面的 所以一般人就是不愿意通过这样的人来接近国军 就是这个途径不对嘛对吧 但是商鞅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不在乎的 他就找了警戒 在秦孝公的宠臣警戒的帮助下 商鞅得到面见秦孝公的机会 第一次会面 他并没有阐述自己以法家治国的方略 而是以迂腐的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 地道呢大概就类似于战古的皇帝 他们那种治理国家的办法 就近似于乌鸭而治那种措施 面对商鞅以地道治国的阐述 秦孝公平静如常面无表情 只有警戒知道 这是国军的一种冷漠和蔑视 第一次见了秦孝公 他跟秦孝公谈得很卖力 但是结果是什么 秦孝公非常生气 把这个警戒叫过来 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说你推荐的什么人对吧 这种人简直就是个妄人 白白地耽误了 实际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把警戒骂了一顿 得亏这个商鞅找的这个门路警戒 这个比较过硬吧 因为要换其他人 你像国军舰你一次没兴趣 你再也没机会了 就现在有多少大的企业 愿意给一个面试者 多少次面试机会呢 但商鞅这个路子比较过硬 所以这个警戒呢 又安排他舰了第二次 警戒 警戒费力周旋换来的第二次召见 商鞅依然没有显出法家本色 改用王道游说秦孝公 以德治国 当如鲁国 施行人证 停止战争 当秦孝公被商鞅的言辞 说得昏昏欲睡时 商鞅的心里便有了底 我们说这是个有学识的人 有学问的人 他心里边抓着好多的制国册 那就看你采用哪一套 我投奔你要做这个事情 我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都给你拿出来 看你到底 你君主心里想的什么 所以他打谈地道 王道 如果孝公对这个感兴趣 那么商鞅就将离开 他不可能效命于孝公 为什么 因为商鞅 他怀揣的政治变法改革的 这个思想理念 是与这个东西决然相反的 背离的 很显然 秦孝公对从前的地道 与王道心存不满 他的治国方略 与商鞅不谋而合 然而 治国理念的契合 并不等同于求贤的诚意 君王的大度与隐忍 才是变法成功的关键 往往一个臣子 在一个君主面前 那往往是娓娓落落的 那么独创性的 这个发挥的余地 是很小的 你这个孝公 你这么年轻 你有没有这样一种隐忍度 有没有这样一种胸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些 那么商鞅 他自己的政治报复 他的这一套变法的主张 不可能在秦国实现 当商鞅走在第三次 面见秦孝公的路上 他的身边 已是秋日里枯黄的草木 前几次的游说 只是他的试探 是为这最后一次的游说 做铺垫 在最后时刻 商鞅需要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霸道和法治 一步步接近秦孝公的宫殿 商鞅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与成功 也一步步接近历史的 一个重要的拐点 商鞅这路子是真过硬 第三次又见了秦孝公 这一次谈的是霸道 说到霸道之后 这个秦孝公就开始 显得有一点兴趣了 主张霸道 推行法治 商鞅此话一出 秦孝公目光骤然间锐利起来 他意识到了商鞅的价值 霸道 就是要变法图强 走军事 实际上就是官 就是骚到一家处 秦国现的最变的最大的问题 一文化落后 这个可以忍受 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土被人拿走很多 被一个强势的政权 就是魏国逼得步步后退 这如何改变 就叫变法了 老办不信 所以说您王道 您地道 要无为音群 您王道 慢慢来 咱们改造改善 用儒家思想改善大家 这个你不感兴趣 那好 我们就来快 商鞅与秦孝公交谈的时候 井间退了出去 他的心比商鞅更加紧张 他偷偷向里望 看见商鞅侃侃而谈 秦孝公阴沉的目光 被商鞅的言辞慢慢地点亮了 谈话一直进行了几天 井间想不通秦孝公的态度 为何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商鞅的回答 解开了井间的疑惑 这个秦孝公是希望 在自己的这一任上 就能够做出成绩 所以他要快快地出成绩 那么你讲帝王之道 帝王之道可能几十年以后 甚至上百年以后才能见孝的 他根本就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所以到了后面 他就不讲帝王之道了 他讲术 就是所谓的强国之术 这就是法家的力度 那么第四次 他连谈两天 那就他具体怎么做了 正是秦孝公最感兴趣 所以谈到此后 他就觉得离不开商鞅了 一个胸怀振兴之志的秦孝公 一个掌握着法家 治国之道的商鞅 已经走到了一起 一场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变法 即将轰轰烈烈地散开 在便于不便的令战中 商鞅胜出 商鞅把刀刃直指贵族当权者 迅雷不及掩耳 令秦国上下目瞪口呆 利益受损的贵族 是坐以待毙 还是会绝地反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